大家好,我们现在在Ibis Ibis相对比较高级的地方 人间消费也比较高 大家三千左右 如果吃饭的话 我们今天呢 大家看一下非常高级的公寓 Yes 大家可以看到Ibis 出这样的附近 有很多这种椅子 还有比较相对高级的餐厅 刚才我也说过 所以大概十分钟不到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公寓的楼下 这个公寓里面就叫Ibis Heights 整体的感觉 我觉得就非常有厚实感 所以我觉得它的隔音 还有房间效果也是很不错的 大家可以进去吧 我会是八楼的高层公寓 视野就是不错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远方就是东西挺好的 差不多说我们进公寓看一下吧 我们现在已经在房间里面了 这手边的话就是一个鞋柜 还是相对比较宽敞的 继续往前走的话就是这个浴室 大家可以进去看一下 浴室的话 给我定一下 我可能说不是特别大 但是真的是非常简单大方 还有的功能也都是应有尽有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控制团 具有换气干燥功能 而且上面还配有盲纹 这真的是非常小细节的 厕所的话 其实就没什么好介绍了 大家的洗击功能也都具备 大家跟我一起进入这个客厅看一下 哇 整个客厅真的非常有日式的感觉 颜色的搭配我个人非常喜欢 非常的精密 棕色和灰色的地板 主宝的话也是相对比较宽敞的 有石器的收纳 有电饭饱和微博炉的放置的柜台 还有三个炉灶 我觉得对于白领和清零的话 已经是足够的 让我惊喜的一点是他还具备一个洗碗机 对于我这种懒生的话是非常有必要的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SIM卡还是非常大的 他还具备了这个伸缩式的水龙头 洗碗的话是非常的方便 然后现在跟我一起进入这个主卧 主卧的房间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大 我觉得对于清零还有白领的话是非常足够的 尤其是有收卖